以前我是一個最早、最快、拍攝最多大灣區樓盤的香港人 嘩,我們就來到 這個主人很寬敞,因為他有一個衣帽間 如果大家下去看車位的時候,除了一個大門 嘩,大家進來四百多呎就… 但最近大家都要問,為什麼博士最近拍攝了這麼多大灣區的樓盤? 其實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從去年開始開關之後 大灣區有很多發展商受到這三年疫情的打擊 以及整體經濟和大環境的影響 很多樓盤和發展商在年之間都變化很大 無論是樓價、價錢、質量、設施、管理甚至交流 有很多樓盤都令業主喜出望外 但也有很多一差到令人失望和無論 所以我博士真的不敢留意去介紹 但時至今日,大部分樓盤都已經塵埃落定 好不好一目了然 所以這次博士深入了解了幾百個樓盤 在裏面我挑選了二十個出來 以我自己是香港人、用家和投資者身份 去逐個點評 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可以在大灣區設業 就不會重複 買到真真正正優質和安全的物業 好,現在立刻去片 喂,大業主,好 今集帶大家來看燕樓了,答答實實 這是日文節,第幾期? 第九期,第四區 第九期,還要第四區 第四區 這本區很誇張 大家親眼看完圓林 那些已經入住了 浪衫、冷氣機 已經入住了 這個盤都入住了很高 第四區這一邊 是上一年年尾剛入住的 但你可以看到已經入住了 有些人了 有很多是做風窗 風窗,沒錯 做風窗 然後我們現在買的就是這一棟 這一棟是嗎? 是,就是這一棟 燕樓 大家想要燕樓,看看這棟 是 這個房源和剛才我們介紹的房源 最大區別之處是什麼呢? 它是獨門獨戶的 三梯三戶 是很棒的,就是這個點 我們去看看 好,現在直接入大堂了 沒錯 整體的質素非常不錯 我們現在就準備上去 好,大堂是兩個門口 是,兩邊的 兩邊的 兩邊的 又是圓林 是 又是圓林和跑步驚 還有剛才我那邊 也看到兒童遊樂場 有些玩水的東西 裡面的配套非常豐富 有網球場 羽毛球場 籃球場 什麼都有 還有樓渠也不錯 很闊 樓渠也很闊 是很闊的 當然了,現在剛才春天 現在有些樹未開葉未開花 如果這些呢 這些大家看到還是知道 是 這隻叫什麼 紫微 什麼 這些一開很漂亮 有紅色的 紫色的回來 博士種的東西 都很有專業 是 其實這些到春天夏天 這裡有些是桂花 桂花 很香的 知不知道嗎? 年輕人 這個不懂 很香 多數在門口種這些 就是等你回家的時候 聞到香味 是 這個外造香水 是 好,我們現在上去 我們先上去 好,現在上到實際單位 20樓 20樓 一梯一壺 獨梯一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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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大到這個位 沒錯 全部位置都是自己的 單車滑雪板 哇,鞋櫃 我上一次去上邊看一套23樓 那套已經賣了 業主在這裡做了一面 鞋櫃 鞋櫃 然後外面全部都是他的家 然後最重要的是 他在這個位置放了一個監控 自己家裡用 是的 真的單獨自己家 其實沒有必要的 人們會從這裡出來 不會的 我不是開玩笑 這個是可以等一張麻雀桌 可以的 可以的 我們才生下 很喜歡把麻雀桌 在旁邊左右打麻雀 有槍 三折槍有槍桌 是 買了茶 喝了功夫茶 都沒用進屋 是的 OK 首先多謝 這個單位其實是一位業主 拿出來給我們去拍攝 是的 我已經跟他們剛剛買了 剛剛買了 隨著出去 這個年輕人 是的 很多謝你先 首先聽Gordon說 很支持我們 幫我們買第三間樓 是的 這個年輕人挺有實力 挺聰明的 我今天都會 反正我都要拍這個實樓 所以順便點評一下 我可以告訴你 我走到這個門口 你已經覺得 真是 正 正 印象很好 進來看看 143方 143方 這個艦 超級大的 真的 我們這位客戶給了多少次 總價170多米 現在給了多少次 他也是在說給零首期上車 這個零首期 零首期 那他一共拿到多少錢出來 我想知道 到現在 他現在就給了三萬元訂金 就完成了 各位觀眾 三萬元訂金 你要拿行李箱進來就可以了 好 首先 超級大露台 OK 因為這棟都算是特價的 沒錯 所以價錢是非常便宜 赤價非常便宜 你不要說全無遮擋 不要這樣要求 但是我覺得都OK 遠景 右邊的別墅景 看到山的 是的 沒錯 這個露台超級大 超級大 沒有的 如果給我 太陽椅等等 看著你 喝杯茶 聊聊天 博士 如果現在現場 這棟10號樓 在賣的143方 是14000多的單價 是的 所以現在我們這些貨員 現樓的 12000元 真的性格比超級高 大佬 真的超級高 那我可以 我也選擇這裡 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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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到時很簡單 我的梳化都放在這裡 對嗎 你喜歡哪些景觀買什麼 廳是很 超闊 上一集我介紹的戶型一樣 這個廳是很深的 大家看到廚房位 他特意騰空了一個梳化 你放一個梳化在這裡 電視在這裡 哇 香港人進來 尤其是你是年輕人 我想你已經很滿足了 是的 他好像幫我們買了一間惠洲樓收租 是的 收移租 玩民宿 真聰明 好了 還有一個生活浪台 生活浪台也不差 生活浪台還虛揚 有圓林 有圓林 河境 看完了 因為他下面這個位置 還未交流 我們剛才泊車在下面 所以這個位置還未完全整好 我知道 這個叫人工湖 他還在整 還未完全整好 現在未是結果 可能水好像很熟 是未整完 是雨水來的 是的 是下雨下來的 他還未放水 是放水 大家也看到了 前面有沒有很多事多 餐廳 樓下的商舖是不滿破開的 是的 剛才我們一路進來都看到的 全部商舖 大家看不看到鏡頭 拍了很多車 很多人住在這裡 入住樓 我們掃一掃前面這些雨流動 你們看到的 眼前這一棟可以看到 最新交流 很多浪三 剛剛交流的 幾個月而已 幾個月時間 可以看到整體入住率是非常高 OK 所以大家不需要擔心 我上一集說 現在不是叫你方生野你買樓 廚房在這裡 三箭頭 放在這裡 任你裝 廚房有窗 上一集介紹過 我博士點評一下 這裡的裝修 一付錢買 就買這個單位 第一 大家看到牆身 它不是純白色的 是 我叫做保理灰 即是保理的 很灰灰 即是有些藝術漆 這個效果 這個很帥 第二 最重要是做了吸頂天花 這個是很貴的 地板是一些大磚 地腳線是金屬的 是 金屬地腳線 插鬚 英俊 OK 它唯一就是 電窗簾 它是沒有的 是 沒有電製的 如果沒有電製的電窗簾 你就要不要充電式 如果你要電的話 那些東西不用 就與你無關 沒錯 好 看看房間 這間房 夠大 看看地板 地板是用木紋的地板 也是用保理灰的 是 也有天花線 所以不是那種吸頂地板 但是也有條線 很帥 因為它是三米高 是 有條天花線 就不會覺得很孤獨 一進來 你可以感覺到 其實樓帶絕對夠了 你看看 很舒服 很舒服 這個露台可以出去 這個露台很大 其實我建議這個業主 可以打出去 不是打出去 你可以在那裡 你可以做一些圍欄 你可以變成一個獨立房的露台 明白 當然了 如果你說人多 有需要大面積 封窗 可以做封窗 這個露台封窗 哇 多了 我想起碼多百多呎 你會用 是 好了 另外這間睡房 這個有窗台 當然了 按照之前 我看樣板房 你可以做一張床日式的 把窗台 沒錯 這個空間又很大 而且這邊很開揚 兆窗 一樣是看到人工戶 也是開揚的 這裡是二十樓 這裡是二十樓 最高是多少層 總高是三十二層 三十二層 好 這邊是三間房 三間房 每間房間都不小 基本上 香港人 其實很多都不會想到 你在人生裏面 可以住到一間四房的樓 真的 香港人 想住一間四房的樓 真的不是容易 住到你都應該熬得很辛苦 很努力 這裡隨便可以住一間四房 這間房間一樣有窗台 我覺得投資房間可以做一些功能房 這間房你可以做一些子女房 或者父母房 夠大 一點都不會不尊重 他 對 客廁在這裡 挺好的 客廁在這裡 很彩光 一樣有窗台 沒錯 他的裝潢 大家看到全部都包了 基本廁所不用買其他 只是買毛巾 因為毛巾架也做了 而這個窗台 這裡還有一個位置 你可以製作籃 洗頭水 都可以放在這裡 很漂亮 有兩線窗 還有磨砂玻璃 你能不能放在這裡 都不用了 沒錯 還有這個櫃 是由頭到尾 全的 全的 下重盤的 旁邊有插束 你可以轉電話桶 你自己喜歡 沒問題的 有肉霸 剛才樣板房也沒有 有肉霸 這個可能和觀眾說一說 我們現在看的是 九旗的第四區 這些現樓單位 目前是沒有貨的 其實我們這一批房源 是我們獨家房源 專門和發展商品 拿的獨家房源 總之現在我們看到的 這些是現樓 我們現在就有 沒錯 所以這批現貨 第二個都沒有 沒有 這批現貨四區 才有這樣的裝修 就好像剛才我們看到的 主人房是否沒有這個櫃 這邊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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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那個浴瓶 所以它的裝修 會比我們現在在賣六區的位置 好一點 好一點 所以大家真的要快 一賣完就沒有 總共就十套樓 就十套樓 好 這個窗台 收兵落床 衣櫃 站起來 這邊還有一個衣帽間 位置 是的 直至在這邊做衣櫃 就可以了 肯定做衣帽 只做衣櫃 沒問題 沒問題 看完之後真的要快 是的 一百四十幾方個單位 整體的格局做得非常之大 而且它又萬不對流 最重要是什麼 幾萬元給個定金 就當首期了 就搞定了 好 全部都是真實的 OK 不是假的 所以貼地拍給大家看 大家記住 盡快盡快 我介紹了三集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我相信大部分 如果真的想近期進來置業 這個我的博士 非常之真心推薦 我覺得性格比非常高 我也是說那句 幸好我一年前沒有進來拍 因為那時候價位比較高 也沒有選擇 也沒有這些位置 今天是剛剛好的時機 給我介紹給大家 這個價錢 真的非常吸引 大家打下面的電話 當然找哥頓 看樓團 看樓團 天天都會出發的 沒錯 你和你太太兩個人 都可以過來 天天出發 只要預約就可以了 大家進來 親眼看 親眼看 不用墮很多錢過來 因為不用要你很多錢 不用墮很多錢 千萬不要墮很多錢 因為墮很多錢過來 是用不了的 好嗎 真的不是開玩笑的 好 接著還有博士點評 待會大家不要走 聽完博士點評 OK 拜拜 本來就下班走了 但剛才在哥頓這十條鎖匙裡面 原來有一間是一間一樓 價錢便宜到我不相信 當然只剩下一間 而且我有我V家員工正在看 我說公道一點 都要跑出來 都要說出來 快點也可以 都給大家外國參考 這套樓多少錢 講完才進去 八二萬而已 八千多元一平 八千三百多元 八千三百多元一平 八千三百多元一平 那現樓 剛才上面的是多少錢 差不多一萬二元左右 一萬二元左右 那上面應該便宜 便宜之中還可以更便宜 當然是一樓來的 一樓是大 即是一樓大港走進來的 但其實 我從優點去想 沒錯 不用坐電梯 好吧 一進來 其實都是一個四四個大戶型 即是八二萬 是一間四房 你想也想不到 你可以告訴博士 你在中山或在豬海 哪裏有這些 第一 它一樣有一個生活老頭 當然戶型有一點不同 廚房就在這裏 現樓就是這樣 沒錯 但最大的優點 我先說優點 大家看看樓底 嘩 我剛剛拍完中山那個 寶里天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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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剛剛我走過圓林的時候 都有一些叫特色 就是一樓 一樓 人家是賣貴一點的 通常一樓去樓底 又高一點的 而且一樓通常外面 可能有些花園圓林 雖然這個都沒有花圓 可以有一個露台 跟上面的露台一樣 但是一出去就是花圓 多數就是封了 這邊 那你落地玻璃風窗 沒有了爛桿 撤過圓圓就在你前面 你可以自己落臉 不落臉 自己腳 多了整個露台去使用 說八千多元明 這樓人不算錢 對不對 樓底高是一個最大的優點 大家看到裝修做好了 紙矢一間 好 這間房 你跟剛才說的一間一樣 沒什麼區別的 就是樓底不同 我猜樓底是三米五 三米五 就是多了三分之一的面積出來 香港人喜歡這件事 你可能不明白為什麼 多了 我現在告訴你為什麼 香港樓面積很小 所以我們的裝修 多數都是向上發展 所以剛才Gordon說 博士這間房子很一般 就說你的窗台這樣高 我說錯了 Gordon 大家聽我用香港人的新聞說 我說錯了 這個是好東西來的 大家現在轉不轉到為什麼是好東西 如果在香港做裝修 我一定在窗台做一張櫃床 這裏下面是衣櫃 這裏就有個樓梯 櫃的樓梯上 而樓梯也是有鐵板 也是買東西的 買毛巾、襪、襪 變成整個衣櫃就在下面開了 走樓梯上這裏就是床 哇 落地玻璃 因為這裏樓底高 所以你不會這樣做 站起來也沒問題 沒錯 跳都可以 你有沒有看到我們跳都可以 學到東西 再不是 再不是 觀眾 各位觀眾 你以為人多 這裡多做一層 吊床 是 香港也是很流行的 行樓梯上去 下面這裏就做書桌 哇 這裏真的要設計 在香港來說 這是主人房 是 是不是 博士哥 我完全用香港人的角度 這些是香港人才拍到 告訴大家 這個是入門 這個是剛才你說 這邊 這邊 這邊介紹過嗎 這個是主人房 先介紹這個 這個就是一模一樣 一樣的 但是這間比這間屋會再大一點 是 會再大一點 是的 會再大一點 是不是窗樓很偉弱一點 一樣的 一樣的 一樣的道理 當然 你說 我不用這麼多房 我這間屋做工人 工能房 香港那間屋 我兒子的房 和我女房就是這樣 有個一模一樣 是這麼高的窗樓 其實這個不是特別差的 我會怎樣 我會做一個書桌 飄出來 我兒子就這樣 因為你要生長 書桌飄出那麼多 而且甚至乎 這裡可以做櫃桶 有個櫃桶 這裡有一張 向著陽光的書桌 不用開書桌燈 這裡就是照床 我有經驗了 香港人住樓是這樣的 這裡有一個客廳 客廳也去到家裡 那個人很過癮 這個真的很過癮 站在這裏 拿著房子站上去洗澡 跳舞 OK的 不要緊 這個你當沒有這個窗戴 其實都是正常的 臨床 最好一件事 你的手就會鬆動一些 還有彩光面大一些 主人房 主人房 一進門口 面積都是一樣的 有做衣櫃位 當然是樓體高 所以衣櫃可以做上頂 不過你就準備一張梯 我通常在香港 我一定會做上頂 我會把那些冬天衣 放在上面 對 大的外套 放在上面 到冬天拿下來 換一些夏天放上去 沒錯 一年就做一次的動作 但你多到空間擺衣 聰明 因為夠高 又多很多空間 這個主人房 你未必需要做到這樣 兩級床 你要豪華一點 你就一樣照擺大床 沒錯 沒錯 這裡你可以做一個茶几 茶几等等 因為有一個問題 其實很簡單 因為房間大 其實這裡你可以做樓梯 可以做兩、三級樓梯 可以上去 你可以走也行 大家自己發揮 拖著想了很多東西出來 你的主人火衣櫃一樣 你可以做到這麼高 這邊又有衣櫃 這邊又有衣櫃 所以剛才我記得這個很興奮 我立即叫攝影師下來 本來要收工 我還是要拍工 因為什麼都給大家見識一下 這套是百二萬 八千多元一瓶 二樓 有裝修 適合即住 快就行 不過快打電話 好了 我現在要博士點評 要收工 好了 到博士點評這個項目 這個項目 我想說的是 幸好我之前沒有來拍 不是因為樓盤很差 幸好我博士沒有來拍 而是之前 其實這個樓盤 後來提到我在博士 其實你來過三次 其實之前這個樓盤 我一直都覺得很不錯 但怎樣漂亮的東西都好 你提到價錢很近 因為始終它是中山的地方 當時我來過三次 以前的價錢 你聽Cordon說過 由兩至二至頭 到一至尾 當時我始終都覺得 價錢不入我的心意範圍 所以我一直都沒有拍 沒有介紹給大家 而且之前還有很多圓林 也沒有承認 也沒有現樓 所以當時我沒有拍 這次真的 我覺得天時地人和 剛好遇到我們都找到一些 特價 有現樓 大家看來價錢 真的性價比很高 所以博士就當一個新盤 去推介給大家 因為最近我一直去找這十個盤 我都覺得很多盤 都以前都推介過 所以我只能夠發掘到 一些有沒有什麼新的消息 新的條件 吸名的地方 我才選出來拍給大家 其實我告訴大家 我每天去盤的時候 其實我都有一些盤 我去到現場 看了一些東西 其實我是拉隊走 沒有拍的 這是事實來的 所以博士是精選 大家都知道博士的性格 我真的不會什麼盤都拍 幾年來大家都知道我的性格 如果那些盤沒有什麼特別 我真的寧願不拍 所以這次我精選這十個 真的是精挑細選 我覺得這個盤其實是 我覺得到今天交易 我看回一些資料 其實很大部分都在其他城市 原來都買了樓 好像剛才我拍的 就說好像是兆慶 東莞這些地方 其實已經幫我們公司買了樓 可以買來退休 可以買來收租 這個因為它的成本低 因為它有低首期 現在又弄到八成按揭 利息又低 供樓的錢就少了一倍 以前六多 現在只有三多 所以是很適合一些客戶 就說我加貨 即是加持 即是說我其他城市都有樓 我又有興趣在中山珠海做一個置業 我覺得這是非常好的選擇 因為為什麼 其實你買了這個盤 你就已經當自己在中山和珠海 都買了一間樓 因為它是中山和珠海的邊界 至於博士一向都說 一個物業的質素 或者一個樓盤的質素 其實交通基建基建 我一直都說基建是非常重要的 這個盤是一個優勝的地方 就是深珠通道 深中通道 輕軌 這幾個最重要的元素都在 所以不僅是被香港人吸引 就說我買來住是方便 而是未來的升漲空間 我覺得是非常大的 我估計是非常大的 尤其是這一期是最近珠海 和最近輕軌站的話 我覺得未來的升漲空間是很大 如果在這個時候入市 如果選擇這個項目的話 不要說大市慢慢升 我覺得只是追回以前的舊價 即是慢慢上升 你自己的市場好 或者課量越少 其實價錢就慢慢上升 所以我覺得這個機會是有的 因為整體是一個超級大項目 這些超級大項目 其實在大溫江中有很多個 大家都留意 譬如以前亞居樂等等 其實都有一些超級大盤 譬如遠洋 看到這些超級大盤 當這個盤本身的定位 真是可以是本地或是剛需 都是有很大需求的話 其實是很長期的 價值是非常大 因為至於本地人接受了之後 你買完層口 你慢慢賣出去 有很多人接貨 租出去有很多人接貨 尤其是現在我 這個盤是最有資格說的 因為我住在對面馬路 就是唐家灣的翠湖香山 翠湖香山我已經住了十年 我以前是北師大做教授 唐家灣這個地方 我一早就好看 當然了 後來我出來推介的時候 為什麼我少推介 唐家灣根本就 已經是樓價貴了 而且地也很少 所以我們來說 沒有什麼盤選擇 現在無端端 讓我看到價錢下降之後 我就覺得唐家灣 如果大家本身都想在中山 或者珠海 或者唐家灣的物業 這個盤值得大家注意 因為我本身住在唐家灣 我住得很舒服 大家知道我在時代水岸 其他地方都有買到一些樓 但唐家灣有一個感覺 就是我住下了 住下了很舒服 所以我硬是不捨得搬到別處住 所以有很多人說 波士買了時代水岸 你不是說住嗎 我真的是住的 但我住得唐家灣真的很舒服 我最後那件貨入 我三萬五千多 我還入了一件貨 四房 你看看 我在唐家灣 脆回鄉山買了四房 有裝修 OK 那就是三萬多元 現在剛才哥頓帶我去看 四房 八幾萬 你說差多遠 這個大家的價值 大家自己去衡量 最後相對 我都提提大家 因為最近也有很多觀眾留言給我 我去看什麼盤 看什麼盤 我博士想一個中立的意見 當然我不是說 你問 其實很多觀眾問我意見 通常我都不會問 你不是幫我們買樓 你問我意見 我便給你 你是不是幫我買樓 我都會給那些意見 這樣比較中立 所以最近也有些觀眾 可能去其他中介 去看樓 我真是很衷心建議大家 如果在最近這樣的環境下 大家如果真的拿著幾十萬 就是說想在中山 珠海置業的話 我知道現在市面上 如果你要拿著這筆錢 我見很多就可能在一些公寓 就是便宜的公寓 或者中山珠海比較遠的地方 一些盤 甚至是江門 其他地方的盤 價錢是便宜一些 銀碼小一些 但是真的 你拿著幾十萬 現在這樣的時勢 有按揭 有低息 有低手期 我真是建議 你首先拿了這個盤 來做一個比較 然後你才做這個決定 我這個博士給你一個貼士 你比較之後 你會覺得 不是 因為我覺得在這個階段 有這麼多的支持 其實我覺得大家不需要去買 一些比較次的產品 有偏僻 有很多人 有很多配套 又未有 又或者一些公寓 小單位 你知道公寓做按揭 就按不到八成 只有五成 甚至有些不按 我覺得甚至有些 甚至有些 就買一些旗樓 很久才交樓 又要冒一些風險 尤其有些古靈精怪的樓 有些工程款等等 所以我覺得大家不妨 既然有些 想著是一個置業 我覺得可以拿這些超級大盤 雖然面積比較大 但其實當你做完按揭 又低實 其實分分鐘你拿出來的錢 給你買一套公寓 你還有錢就剩在袋裡 還可以做其他的事 還可以回香港做一個定期 好嗎? 這是博士今集 莫舍扁評給大家的一個提示 大家不妨可以比較一下 下集見 拜拜 以上就是我以香港人 三十年用家 及投資者身份的個人意見 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而大家還想有多些 了解這個項目的資料的話 在右上角有個連結 只要你一按進去 就有詳細的介紹 如果大家還想有些 心意的樓盤 都想我給一些評語的話 可以加我博士的微信 我都可以直接給個人的意見 給你參考 可以掃這個二維碼 又或者搜索微信號 就是這麼簡單 如果最後還未訂閱 記得按下這個訂閱鍵 為甚麼呢 就可以看齊我博士20個點評的樓盤